数位转型台湾罪行 欢迎大家收看第四集的播出 这个节目是由中华软协与DTimes所共同制播 于每周二四下午发布 接下来由我主持人DTimes副总Eric 以及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 这个智举科技的总经理欧妈 为大家来共同主持 那先欢迎欧妈 大家好 我是智举科技的欧逸领 那我也是软鞋的理事 负责的就是智慧制造 好 那接下来呢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的这个PNC的副总经理 这个Kevin来跟大家做分享 各位现在的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性命机械研发中心李建勋 很高兴我们就再次见面了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的是在这个智慧制造 针对这种工具机机械业的这个政府政策 到底做了什么 这样子 那这边欧妈要问问题 先让我来提问好了 因为这个我有很多的疑问嘛 所以等到了这个机会 见到了Kevin副总 让我来提问一下 那副总有提到我们蛮多的这个制造业 大概都在2.0的范畴 那上一集里面有提到 要做这些履历的部分 那可不可以先提2个层面 就是我们PMC以降法人体系上 在技术上怎么支持他们 好 我想PMC 身为政府支柱的一个法人单位 那在一开始的我们中心的成立之处的使命啊 本来就是在提升这个产业的一个引发能力 按技术上面怎么样来跟上国际上面的一个潮流 那所以说我们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那有做相关的一些科专计划的一个投入 那也这个扮演在政府政策 在产业推动这个地方 那来协助把这些政策推展到 这个不管是在机械业的这个制造者 那也是另外一层面再把它延伸到使用者 这是一个身上 通常都有在这样的在做执行 所以使用者像是这种工具机的下游产业 所以像是扣建业航太业 然后这种汽机车领主建业这一些对不对 是没有错 那工具机在这边 工具机做出来 其实它这是一个可以多面向 一个多方面的泛用型的一个架工设备 所以说在这一个刚刚Erik提到的含害 在医疗 那这个整个的应用上来讲都有 那其实工具机最大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产业 是在汽机车 汽机车的相关零件 那这个部分大概 整个工具机的一个产出 在汽机车的应用障碍说 会有大概三成到四成这样的一个市场 好 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副总 刚才提到了说 那智慧机械在这一块可能会做一些技术上的support PMG的角色上 那人力的资源上因为其实还蛮多的产业商都说缺少资源缺少人才 好那不晓得在这一块除了技术上的硬实力以外 那人才的软实力 我先打岔一下 所以就我所知就是国内这种公立大学的这种机械研究所的毕业生 然后毕业之后的第一优先选择工作都到台积电去了 然后再来其次可能到这种半导体设备商或者是到半导体封测业 所以其实机械业里面你要找到这种就是研究所的人才其实是相对困难的 你知道我是想要帮我的儿子问 我想要知道下面机械所到底没有前途 你儿子是念机械所吗 还没 所以我才问一下是应该这样选择 对其实没有错人才的议题一直是机械业长期以来在发展的一个痛点 人才进不来技术好像就上不去 上不去对 老板有想法 对因为提到技术很重要可是没有人怎么办 没有人做 所以说法人单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做人才培育的部分 那人才培育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当然像透过一些一般的研讨会的模式 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开立一些产业的专班来做这个人才的专门议题的培养 那以现阶段刚刚汪妈提到贵公子如果说要来投入啊投入这个机械产业 那我们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欢迎 现在的机械产业需要的人才已经是需要跨领域的一个多面向的 我们讲拍型的人才了 他不是只有绝绝机械他要会软体 也要回学会电子电路的相关的一个知识 那所以说他是多元化的一个整合的一个科系的 现在是多面向的 所以这个欧妈是有认真做功课的 其实我有研究了一下 所以我发现像中区的很多所学校 比如说情义科大 虎科大 其实他们都有工具机大楼 其实我要替PMC讲一下好话 到哪都可以看到PMC的这个优秀的学长姐在那边培育学生 所以我们还蛮多看到的都其实是他们都会到产业实习 没有错 没有错 那其实我们跟产业跟学校 像中部这些一般的一般大学 那或是说科技大学也好 其实都有密切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也提供在学的这个不管是大学部的学生或是研究的学生 那也有他们实习的一个属习实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除了这些机会之外 那平常我们也是跟学校的相关科技的老师 在智慧制造相关领域的一个透露老师 做产学相面相关的一个合作研究 那所以这自然而然可以带动到这些在学的学生 他可以把他理论上面学到的东西 跟实际上产业需求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链接 好 我有一个看法 不晓得对不对 就是我认为公立大学的机械所毕业的学生 就是这个要进到中部的机械业界可能相对比较困难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大概相对来说人才这边要出路的话 一个就是中部地区的学校跟产业界的产学合作 然后从中间培养人才 另外一个就是既有在机械业界里面的这种员工 他们要出来受训 然后把他们培养成为这个机械业未来所需要的拍型人才 我不晓得这样看法两位同不同意 是确实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错 那像我们每年都需要来 这个来做所谓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叫装班的这样的一个 课程的开设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单位的工程师来做授课 那我们也会去邀请学校啦 或者是说业界的资深的前辈把他们丰富的这些实物经验 然后再做更广泛的一个扩散 所以是多面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人才培育 好所以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确定我的小孩子如果送中区的学校应该不会失业 然后他应该有很好的实习机会 这点应该是肯定的啦 欢迎来PMC 其实我这点真的因为我在中部的产业里面看到蛮多的PMC 然后针对在职人员的培训 然后针对学校的储备养成 其实是看得出来贡献的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未来你们到学校就看到我儿子在那里 在机械系里面看着那些配电盘 了解 那我们如果谈到政府政策这个智慧机械的话 近年来最主要推动的是S&P嘛对不对 然后Kevin这边要不要说一下S&P目前推动的情况是怎么样 好我想这个刚刚提到PMC这边 长年以来都在承接政府的相关计划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智慧机械这个政策是105年 我们政府成立新政府这个是上任之后的5加2里面很重要的一项 一项政策 那 从这边这个政策推演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想大家都会听到有所谓的 产业自机化啦 自机产业化啦 这两个大的方向向 其实简单来讲这个就是说 产业自机化 那 这个 基本上就是 我们做智慧制造这一块 对 那自机 自机产业化 那其实就是说智慧机械这一块 对 那所以说 我们在法轮这边也有相关的分工啦 那像 PMC PMC这边 基本上就是比较着重在 自机产业化 就是比较针对MACHINE MAKER的部分 那像 供应院这边的话 那他们就会比较着重在 这个 自机产业化 产业自机化 对 有点弱化 对 这个制造业的这种生产线自自会化 对 所以他就会比较 比如说在航太啦 在汽车啦在不同手工具啦这些领域上 怎么 在生产线上面做自会化这件事情的推动 那我想 后来 在 我们在106年的时候 那就是 开始推动 所谓的 智慧机上和 简称 讲的SMB的这样的一个 计划啦 那这个发想也是从我们机械工会 现在科理市长这边 他所这个提出来 觉得说怎么样让使用者 可以很方便的 随差及用的概念 就可以 靠一个机上和 那我 跟设备连线之后就会很 很简便很快速的 收集到这个 机械本身的一个 生产资讯和他的一个生产状态 那所以说 从106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来 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所以这三年推了多少台的SMB 到现在 已经超过3000台的 3000台的 SMB的一个连线 那 整个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 这个怕怕的 那 怕什么 如履薄冰 不晓得 不晓得 对于这样的一个辅导政策 他们到底是 支持还是不支持 好 哎呀 现在呢 现在 走了 其实我们第一年走完我们就放心了 好 第一年走完 业者给我们的回馈 都是正向的 那 去实施的这些说设备联网的这些相关业者 那 他们在 现有的这个 工厂的 设备啊 以前都是所谓我们叫资讯孤导 那 老板 或是业务他要去追一个单 要要去 或是说去 去 这个 跟吹 一笔订单 那 这些资讯往往都是落后的 那自从我们把 智慧器善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措施啊 推动到这个 我们的加工现场之后 对 这些资讯变成是 可能 两三分钟 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所以有一个 快速及时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在 那 在前端的业务啊 还有在 这个整个在生产管理上面 他就可以做快速的反应 那 另外一个层面也是把 我们在 生产管理上面的一些 盲点 那我们把它 透明化出来 不过这个可能对现场的操作 操作 所以副总这个 我有做相言调查过 因为我长期在中南部的制造业 这个走动 S&P真的推得很成功 连老板都知道 S&P这三个字 然后他也都有用 用的比例真的很高 副总应该可以验证 其实中南居装 S&P的很多 对吧 很多 大部分在中部地区 我不是要跟副总提款 就有很多客户跟我说 我收集了数据之后 然后下一步呢 我这些数据跟我的管理影响 是什么 什么协助我做分析 S&P只做到可视化 对不对 所以做完可视化之后呢 没有错 S&P这是做到 刚刚 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 一个叫做 可视化和透明化 大概是做到 做到这个地方 那 在接下来 数据收到之后 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科务提的疑问 其实PMC早就想好了 对不对 其实 也不是说我们想好 这是说 大家 我们各法人之间 那在还有在我们 政府单位这边 其实 大家都要先 先去想看说 整个的 这个计划推动 政策的推动 那你要有这些相关的未来 展望性才可以 所以现在提的是一个叫SMU吗 是 这个U的意思是指 升级的意思 所以 从SMB升级到SMU到底差在哪里 那这个症结点 差异点 其实最大就是在这些数据 我们怎么去做 智慧化的应用 最大差一点在这里 那 这些 数据的智慧化应用其实分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在我们生产管理的 决策上 你怎么样来做一个辅助的决策系统 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上面 那 我们如何来 让 整个的加工效率 加工品质 还有 我们的品管 的一个稳定度 那可以让它 更加的提升 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智慧升级 那这 这个就有 有赖于 基础的一个 我们数据的收集完之后 那 我们运用一些新的 AI的分析技术 那 那 我们未来 未来甚至是 你要跟云端相关的结合 对 或是说跟 未来的5G 那怎么做连结 我想 政府在这个规划上面来讲 都有一连串的政策 所以SNU是做到这个 分析跟 应用的对不对 对 他已经有 在分析的层次上面 这个 建立一个申请的 必要条件 我最近接触蛮多客户都不断跟我询问到SMU 让我们顾问其实 忙碌了许多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其实刚才应该蛮呼应 刚才副总提到的 其实除了原来的透明可视之外 他已经提到了有一些设备的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谈到了派工 谈到了怎么样让设备可以 降低无预警的提升机的AI 所以 客户其实已经真的也开始思考了是 对已经取得到设备的资料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SMU 好像是今年才开始的对吧 对 今年是第一年 但是已经可以看得到有在讨论怎么样的应用方向上 现在 事实上已经有 几家业者 我们已经提出 相关的 辅导申请 要 那 我们在前几个月 这几个月 那也已经省得过几家了 所以这个计划 我们已经陆续在展开 那今年 我们预计 要推动40个案子 40个案子 40个案子 的一个SMU的辅导计划 SMU预期 几年的计划 规划上一样是4年 规划上一样是4年 所以说 这个也是 这个 希望业界朋友 这个你们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可以 来链接 我们相关的辅导单位 来 做这个 资源的一个 申请 和整个 那可以让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那我们刚才提的SMV或SMU都是在地端 那不管大家现在谈很多机械云 或者是上降的PASS 我不晓得以副总来看我们的产业 其实这是 可行的还是 略遥远的点 当然 云计算 云服务 这个议题 已经是 在 不同的产业里面 发酵蛮久的 可是在 机械产业 确实是步调是比较 慢一点 那 我想这个跟 传统机械产业的 产业文化 有关系 大家对于 对于这些相关的这个 制程 他们的know how 相关技术的 保护 那 当然还有基础建设的完整度 这些通通都是影响他 上云的 推动上面的一个考量 对 那所以说 我们讲云服务喊那么多年 那我们在 机械 机械 产业这个 这个 这个产业里面 那 也是这 一两年才开始在讨论怎么做 是 那我想政府在这边 还有在机械空会 这边的大力推动之下 那政府资源也有 做相关的一个 一个投入 来 来 驱动法人和学校 那怎么样来做 相关的一个研发 那 那所以说 在 今年开始 我想政府这边就会有 一些 掀起的 掀起的研发计划 来投入机械云 是 那从 地端 我们叫 边缘运算 这些相关的 应用服务模组 怎么 上到 云端 的一个环境 那 来做一个整合的 SARS的服务 那 那 今年会先 先做一个 初期的一个启动 是 我想 明年之后 会有 会有更 更大的一个资源来投入 那这个是一个跨打人的 是 一个 一个大计划 所以非常期待 对 非常期待 所以 接下来的话 如果这个 P&C这边 如果有更好的成果的话 这个 欢迎随时要来跟我们 我们要再预约 李副总下次来 我们做成果报 对 谢谢 好 今天 谢谢 非常谢谢 Kevin这边的分享 期待下一集的 这个节目 第五集的播出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